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目前就任红队主教练的西班牙籍主教练哈维尔在接受北京青年报 时表达了自己对于这支国家队和中国足球现状的理解 哈维尔谈到了这次参加比赛的生活 并且说到了足球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他会帮助这支球队慢慢提高 哈维尔也说到了中国情绪同西班牙之间的差距 他透露道 中国球员在15岁时已经和西班牙球员在身体上和防守意识上都有差距 中国球员传球的节奏太慢了 哈维尔表示自己会关注亚洲其他国家的足球水平 在搜集完日韩的有关比赛资料后 西班牙主教练表示道 必须承认 我们现阶段同日韩差距很大 他们的水平明显要高于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 亚运会男足决赛将在日韩之间展开 而日本本届亚运会派出的是奥运代表队一优二要求原位 主 虽然没能场场大胜 但是却总能够禁忌 足以说明日本清新的高明 加上俄罗斯世界杯日本队是亚洲层面表现最亮眼的球队 韩国队也曾抱老击败德国队 哈维尔对于中国和日韩之间的差距给出了合理的答案 我们必须承认 韩国日本的足球水平远在我们之上 所以还是那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中国足球要想见不只有踏踏实实搞好心绪 极弓箭力只会换来诸如亚运会男足一样的场面 到头来一样会圆形毕露 我们必须承认识 可能不及会儿的电话 监童 变出来 可能会与二十万円